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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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TV大廳一片混亂 客人求饒說不要再噴辣椒水 因為他已經淚流滿面 眼睛辣到睜不開 那轟轟炒麵才冷靜下來 我待會兒 因為我在犯罪 我都在犯罪 是 對 我待會兒邀請他 洪怡男子不滿被抓 強調自己沒鬧事 為何也要上警局 但態度囂張 不但不配合還嗆警察 要叫督察室來辦案 我們找一個驗駕 你來 好 上車 你這樣講過嗎 先上車 你這樣講 我跟你講 先上車好不好 另外這位喝到爛醉的黑衣大哥 用手頂著車門 說不上車就是不上車 對著鏡頭 說警方弄壞他的眼鏡 人權被損害 但明明報警的人 就是他自己 他認為他買單之後 小姐就沒有繼續在服務了 對 店家產生不滿 黑上衣男子 原來是這間KTV常客 不滿提前結帳 付了五千多元之後 裡面小姐服務太慶菜 自行報案 說有消費糾紛 警方到場處理 忍了另外一桌酒客 因為被破壞花錢好性質 當場爆發口角衝突 警方只好狂噴辣椒水制服 才讓這場深夜喝醉的鬧劇 劃上句點 記者兩江五 黃旭雲高雄報導 有很多 有紀錄的